在西沙石岛的潮尖带潜水里 我们看到一只小的虾咕 我的朋友张晓峰 鉴定它为连状毒指虾咕 这是一种垂机型虾咕 虾咕分两类 穿刺型和垂机型 穿刺型就是我们市场上常见的那一类虾咕 它们的捕捉族跟螳螂一样 是带锯齿的 抓猎物的时候 是用这些锯齿把猎物给夹住 跟螳螂差不多 垂机型虾咕它不是靠锯齿 而是靠它捕捉族上的一个骨锤一样的隆起 直接锤在猎物身上 把猎物的壳捶碎 所以它一般吃的是一些贝类 小型甲壳类 而穿刺型虾咕往往吃的是滑不出溜的鱼 这个蓝里泛红的这个骨包 就是它的锤子 我的同事林编辑就想试试 这个锤子劲儿有多大 就让我拿着虾咕 然后它用手掌凑过去 让虾咕去打它的手掌 结果打上去了 当时我就觉得这虾咕跟它的手 粘上了那么一秒钟 感情啊 这虾咕不光有锤子 锤子前边还有一个尖呢 这尖炸它手里去了 然后一拔出来 马上雪就出来了 然后我赶紧说别动 血不能白流 合影留念 完了越看这照片越有艺术感 要是不解释前因后果 根本就不知道这照片表达什么 跟一名画似的 然后我在网上就说了这件事 我说这照片要是给画成巨幅油画 挂在卢浮宫里边 肯定能在美术史上留一笔 结果各种网友给改成了各种绘画风格 真是互联网人均艺术家 然后我跟林编辑说 我说是这玩意用不着手 你拿镜头盖就可以 我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发现它在打之前会有一个标志 就是它会伸出其他的小腹肢 来抱住这个镜头盖 这就说明下一秒它就要打它了 打的时候还是很有力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 看这就是它锤子 那个尖已经折叠进去了 看不见 关于皮皮虾的知识 我在我写的书海错图笔记3里边有介绍 这套书我已经写了三本 讲中国各种海洋生物的知识 各大电商平台搜海错图笔记 或者张成亮就可以 前两天我就是这么说的 结果一堆人给我发私信 说你的书怎么买 我说各大电商平台搜出名就行 他说书名是啥 我说海错图笔记 他又问作者是谁 我说张成亮 我说您这个什么都不知道 您是怎么知道我出书的 大家看视频要认真一点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这次我说的更清楚了 不要再问了 直接买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